大家好,我是叶飞 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V型钩 左肩是两线V型钩 右肩是批量以曲面为基础的一个V型钩 V型钩高度一共有四种 第一种是整体高度 就是全部的这个高度它都是一致的一毫米高 这个是自动高 自动高是指的是这个宽度 随着这个高度随着宽度的变化而变化 大家可以看一下 自动高,对吧 这个高度随着宽度的变化是有变化 到曲面高度 到曲面高度的话 这里就不做介绍 然后自定义高 自定义高的话可以指定 可以指定 这边是3毫米 这边0.5 对吧 这个 这个就叫自定义高 这个就叫自定义高 假如我们的边界它有四条边界 对吧 这个 这个 一般都是四条边界 四条边界的话指定长边为AB 指的是这一条边界 这一条边界跟这一条边界为AB边界 这个为AB边界 也可以反转 也可以反转 在我们有一些情况下 我们是需要反转的 收回 我们现在做的是长边为AB 对吧 那我们想让它这样子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反转 尖角的这个位置 这里的话 我重点介绍一下 以AB的宽比来算 比如说像这个位置 尖点位置呢 一共有三种模式 尖点位置 尖点位置 一共有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 是AB宽比 AB宽比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0.5指的就是中间 0的话就是AB A边界 1的话就是B边界 像一边写 0.5的话刚好是中间 也可以0.2 也就是说区间是0到1的一个值 那 这里 有个 A 1 0.5指的是什么呢 你会看到 这个是我们的A边界 A边界从这里过来 0.5 A内移0.5 从这一点到这里 0.5 B边界0.5指的是 从这一条边界到这一条边界 1 0.5 这个1 它是整体1的 它是整体1的 和AB宽比的话 有明显的区别 也就是说根据不同的情况 是用不同的参数 突边 突边 A突边 A线的这个突边 B线的这个突边 0.5 对吧 这个突边高度只有变化来指的是 如果不点这个参数 不点这个参数 它是所有的这个 弧度 所有的这个突边的这个高度 都是一致的 都是0.3 如果点了这个 那就是最宽的地方是0.3 窄的地方 自由变化 这边也可以做0.3 这个就叫突边 这个两端的话 就不再做介绍 那这个重建 重建AB 重建AB指的是 我们可以输入一个数字 重建AB指的是 这里是33个点 那我们这一条 AB边界的这一条线 它一共是33个的区间 这36个点 除掉这几个 它就是33的一个区间 33个点 也就是把这一条线整理成均匀的 33个 这个是整理这个 AB边界的 还有一个是整理 整理CD界面的 CD界面 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界面 CD界面包含了所有的这个界面 它是把这个所有的这个线都重新重建了一下 就相当于这个命令 我们可以试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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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可以试一下这个1 这个就是AB宽比 这个就是V型构的一个效果 我们可以试一下 像这个 我们这就是0.5 我们可以改了1 就是朝这边写 搞到0 它是朝这边写 搞到0.5 它就是在中间 这个视频的话就介绍到这里 记得到这个比较 可以试一下